大家好 我是劣琴 我是一个网红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说脱口秀 所以你们不要对我有什么期待 另一方面就是 我在等太长时间了 我一直想上厕所 我现在马上就要憋不住了 所以如果一会儿 我讲得非常混乱的话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因为我现在所有的精力 都在控制另一件事情 我说实话 我今天站在这儿 我特别难受 本来我咋想呢 你说咱也不会说脱口秀吧 到这儿丢人现眼 我讲点我知道对吧 我给大家讲讲怎么当网红 我就寻思你说 谁会比我有经验呢 我到这会儿 我就给你们讲直播带货 谁会比我懂呢 然后到这儿一看 早日罗永浩老师 我觉得 很多人就质疑我说 你做一个 你是一个做搞笑视频的 你怎么来说脱口秀 他们不懂 做搞笑视频 和说脱口秀之间的联系 是非常非常非常密切的 密切到啥程度呢 我毫不夸张地说吧 我觉得我们做搞笑视频的人 是全世界最希望 脱口秀这个行业 发扬光大的人 真的 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上哪儿去抄段子 我就这么说吧 谢谢 以后会多抄的 以后多抄笑我耳段子 我就这么说吧 一个脱口秀演员 每年的产量 大概可以养活八个 搞笑视频博主 所以我来的时候 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 李月琴 你抓住机会 那儿有五十个脱口秀演员 免费 所以我这次主要就是来上货的 希望 这个给一个 希望接下来的选手们 都好好表演 如果你表演得好 你的段子又有机会 出现在热门视频上 一百多万点赞 但是表演者不是你 你提到网红吧 当然印象都特别不好 但是我是网红界的 一股清流 提到别的网红 炒作 整容 我就不一样 提到我 略形 低俗 很多人吧 还觉得网红没有文化 学历低 一开始大家也是这么看我的 因为我做搞笑视频 后来网友就感觉自己被骗了 因为他们发现 我是北大毕业的 绑的就是这个 他们发现我是北大毕业之后 马上就开始说 略形 装疯卖傻 我跟你们说 这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评价 特别讨厌 为什么呢 你们想想 一个人说你装疯卖傻 他最基础的前提是什么 他觉得你又疯又傻 我天 你要不说 我还以为我是幽默呢 就是关于上北大这个事啊 太多人质疑我了 每次我直播啊 都有人说 略形 你真是北大的吗 我说是啊 你这样怎么能上北大呢 我说我这样怎么能上北大 就我这样 我但凡正常一点 我长得好看一点 我都上不去北大 效果拉满 真好 有一次就把我低级了 我气坏了 我说啊 北大不是我自己考上的 我爸花钱了 这个时候他们开始质疑另一个问题了 你爸是干啥的这么有钱 我说啊 我爸 倒腾西北风 从我们东北往东南沿海地区倒腾 那地方 那晚上东北产能过剩 南方没有 我爸一年挣老鼻子钱了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我家是干风力发电的 李雪芹 铁岭风电小公主 家里全是大风车 我们做网红平时要直播嘛 大家都知道直播间里都有大哥给你打赏 谢谢大哥 知道吧 我们直播间里也有一位大哥 叫人海浮沉 每次我直播呀 他都给我刷礼物 娃娃刷呀 还给我留言呢 类似于啊 美女真漂亮呀 美女多大了 美女有对象吗 找对象什么标准呀 一开始我觉得啊 这大哥好像对我有意思 我就偷偷地去私信了他 然后发现人海浮沉是我爸 但是我感觉啊 这事不能赖我 你叫什么人海浮沉呢 你起码你叫个往事随风 咱家还有大风车 我啥能认入来你 对不对 但我觉得这个事我爸应该向我妈学习 我妈的名字通俗易懂 李雪芹的妈妈 我妈真太支持我做这样工作了 我一直播 她就去我的直播间里给我留言 她觉得自己人气不够啊 她要带着我的七大姑不大衣都去留言 留言的主要那种就是 主播今天发红包吗 我真特别感动 我觉得真的当所有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 只有你的亲人关心你直播间发不发红包 这个段子是我抄霍莱老师的 谢谢他 跟出来了 我没说完呢 没说完呢 完了 节奏给我打乱了 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有发生 完了 这不会说了 其实大家对网红印象普遍都不好 我每次出去自我介绍 我说大家好 我是略秦 我是一个网红 哄堂大笑 我说每次我都很好奇 我说你们笑什么呢 终于有一次我问了 他们说 略秦我觉得你特别幽默 你说你自己是网红 你还会自嘲呢 对我也不好意思说 我其实是炫耀 但从那以后我就更喜欢说我是一个网红了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仅有的幽默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忽兰 刚才说我不上当受骗 我是不上当受骗 我学金融的 我怎么能上当受骗呢 但拦不住我妈上当受骗 拦都拦不住 我妈 AKA东北金融女魔头 这些年喜欢炒股 赤杀股场十几年 赔的 给你们讲一讲 一开始有人跟他说 说你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你得多买些股票 控制些风险 他听了 买了七八十只股票 他说都不是控制风险 他说是买了个大盘回来 什么军工股 医疗股 有色金属 出点啥事都跟他有关系 天天着急上火 他炒了十几年的股 收益最好的时候 是有段时间他生病了 因为根本没操作 你看嘛 股市里面分什么价值流 分什么技术流 我妈 那就是意识流 你要具体细分 有的时候是下意识流 有的时候是无意识流 女人嘛 她做什么事情喜欢凭直觉 我妈直觉特别好 总能在最贵的时候买到股票 她跟我说 她说哎呀股票嘛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我说妈你真厉害 这选股票只买贵的 不选对的 这些年好了 这些年开始不超股了 开始买什么金融理财产品 我用我的专业知识跟他说 我说你这样子 你得年花率高低 你得掺和这买 这样能控制一些风险 我妈也听 买了好几种P2P理财产品 年花率也是有高有低 有110%的 有130%的 别人爆雷就一下 她那爆雷叮叮咛咛的 一开始跟我妈说 我说妈这不行 你别买这些东西 她说那个张姐王姐都买了 我说哪来的张姐王姐 她说就是一起炒股了张姐王姐 一听就知道是另外两个女魔头 三个人凑了一个三巨头 她开始的时候特别谨慎 说哎只买一点 我说上当受骗了之后赶紧撤出来 结果后来没什么事 放心了就投了更多的钱进去 结果人家就跑路了 节奏比她还好 然后回来就跟我抱怨 她说哎呀 这什么 一开始没什么事 这等我放了更多钱 开始坑我 专门就坑我 就等着我就专门坑我 我说也不是专门坑你呢 张姐王姐也都坑 这段时间回家 开始问我 我说儿子 你觉得那个比特币区块链怎么样 我觉得我妈就是上当受骗的风向标 而且这些理财产品 都有一个红利期的嘛 我妈节奏也特别好 就等那个红利期一过 她又进场开始上当受骗 我从来不买股票 我在证券公司实习过 我知道我搞不了这个 但是我见到过 无数的老头老太太不服 前脚刚跨出菜市场买完酒菜 后脚就要跨入金融市场当酒菜 那真是吃啥补杀 而且他们来还要签那个股市风险协议 你就看着他们颤颤颤巍巍的那个样子 你觉得他们的风险比股市还大 真的很心疼 我就觉得那么大岁数了 然后一到大跌我们还要到散屋市去劝他们 我说爷爷奶奶你们看 大盘曾经也长到六千多点 跌了一通七八年也长回来了 只要你挺住 大盘都会长回来的 爷爷奶一听都傻了 还要七八年啊 傻挺住啊 爷爷奶奶这个身体 怕是跑不过大盘啊 好笑哦 还是先和大家说 对金融还是有一些敬畏心的吧 这个跟法律医学是一样复杂专业的领域 你只看见有人对着什么K线 头头是道觉得自己是股神 你咋不去医院对着心电图给人头头是道呢 你去问说你看啊 心跳到这就已经见底了 你别看现在跌停 马上就能触底反弹了 家属都哭了 医生啊 你再仔细看看这心电图啊 这哪是跌停啊 这都快跌平了 其实啊 金融跟医学是一样 都有一点是一样 就是都是玩的是心跳 为了自己的心跳 别逞呢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谢谢 太难受了 我太难受了 你们可能很难理解我心里的难受 我差点又退赛了 哦 我真的是太痛苦了 你知道 我本来这期节目还挺想拿个名次的 因为去年退赛之后 我爸就总觉得他能指导我的创作 给我发一些网络段子 说这个段子好 这个段子好 拓游大会讲这个 我说爸 咱干点啥不好 为什么要学白凯男 其实除了这个事 当时我还挺开心的 想着拓游大会好好讲讲 谁能想到 今年 这个世界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一件比件震撼 东非蝗灾 科比去世 澳洲森林大火 你感觉白凯男 他放在里面根本不知一提 除非澳洲大火是他放的 我发现这几个月 在网上 有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就是重阳媚外的标准 好像在逐渐降低 以前 只有觉得国外一切都好的人 我们才说他重阳媚外 现在变成 只要觉得国外有任何可取之处 我们就说他重阳媚外 上个月 有位医生发表了一个观点 说小孩的早餐应该吃肉蛋奶 不要吃粥 被人骂上热搜 说肉蛋奶是外国的食物 吃肉蛋奶就是重阳媚外 看完我都懵了 因为头一天晚上 我刚好吃了红烧肉 松花蛋和双皮奶 吃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 我吃的原来是顿歇残啊 气人不气人 真的搞不懂 对吧 而且就算肉蛋奶来自西方 你骂这位医生又有什么立场 你自己打开苹果或谷歌公司开发的手机系统 通过专利至今属于澳洲政府的WiFi技术 把辱骂性文字发送到由蒂摩西约翰蒂姆 博纳李教授开发的互联网上 发送内容居然是批评别人重阳媚外 这么抗拒现代的文明成果 你为什么要当键盘侠 你去当算盘侠呀 太难受了 但是虽然这些人的逻辑很荒谬 但是我在网上也从来不敢跟他们正面交锋 因为他们人太多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本来没有规则 人数够多就能制定规则 为什么 白凯南抄袭 我能抢占舆论的高地 是因为我有理有据吗 不 因为白凯南是一个完美的维权对象 有名气 没粉丝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知道绝对不可能发生啊 但是如果 抄袭的人是蔡坤 公司还会帮我发微博维权吗 就算发内容也只可能是 天呐 我们节目的经典段子 竟然被蔡坤老师实名pick了 既然大家这么有言 要不要考虑来 偷游到三当嘉宾呢 两个表情 还是得有情绪 情绪太重要了 而这 就是我又跑来上节目的原因 虽然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蔡坤 但也想尽力避免让自己沦为白凯南 谢谢